Hello 大家好 莎姐 莎姐這段影片是故意講一個關於大家的事 可能有些人未必合用 但我覺得都需要知道 明年政府會推行一個基層醫療健康男徒 概念就是一個人或一個家庭有家庭醫生 還有一個就是萬性疾病共同治理計劃 這是莎姐這次想說的重點 希望透過家庭醫生可以將一些萬性疾病及早發現 預計在明年的第二或第三季就會推出 現在還在談價錢問題 這個純粹是屬於一個資助性 現在大概的概念 不能夠講死的 現在談價錢就是 政府可能會資助大約一半 當然會設有上限 希望概念真的非常好 希望真的完全沒有能力的 經濟能力是有問題的人 它就可以用公營的醫療機構 就像我這樣 其實不是說莎姐比不比 是因為現在還沒有這個計劃 就像莎姐這樣 對不起 我說錯了 如果一些真的沒有能力的 就像我這樣用一些政府的醫院去做這些萬性疾病的治療 但如果是一些有少許能力 但又未至於可以全程負擔私家 這些就適合政府資助一半 那你又可以不用在供應裡排得那麼久 但你又不需要整個額吃光 這個其實莎姐覺得這個概念是不錯的 你知道有錢的人基本上是不用擔心的 是唯獨在半輪坑的人 基層的他沒有辦法 但他已經是按基層 他還有什麼能力去負擔按黃貴的醫藥費 就是不要說普通醫藥 就是不要說慢性病這個 就算他平時生活他都很難支付 不便宜的 真的是不便宜的 那有些可能已經是一些 可能賺幾萬塊的 或者是一萬多兩萬塊的 他又未至於去到最基層 但是又可以負擔在部分的醫藥費的時候 他就可以選擇私家 那我覺得這個其實是挺好的 因為畢竟私家是不用排隊的 政府是排很久的 除非你真的是病危 那我那次就因為血糖太高 所以就立刻叫我去看同藥科 但是看完一次吃了藥之後複診都很早的 因為要看藥對你的生效情況 那再去複診的時候 隔了不太久 就是一個月左右 那我就發覺都算穩定了 藥對你的效用是不錯的 所以再下一次複診 你知不知道什麼時候 再下一次複診是下年6月 我12月頭看他 我下年6月才複診 但是當然是有極其的考量 但是也可能他的考量就是我自己本身乖 都尚算穩定了 所以可以這麼拖 但是其實我就算不乖 他也做不到多少給我的 老老實實 因為電腦每個人都不斷排 電腦不會跟你插隊 可能插隊的 一個半個一定插到的 但是可能要一些高級的指令 才可以插隊 那你就看到 其實很多萬性疾病是需要長期治療 需要長期保護的 但是如果我們沒有政府資助 我們就排公立醫院 其實排很久 因為私家你真的負擔不起 老老實實 就算是傻姐 也算是生活 也算是基本生活 完全不成問題的 那些 我都告訴你私家 我也負擔不起 你想想 他從你抽一抽血 拿去化驗室 我上次看一看而已 什麼都沒有做過 什麼藥都沒有給我 沒有給過我就四塊水了 你再抽血 他還要說每個月 還是每一兩個月抽一次 那裡不成千多元 你怎樣每一兩個月 就給他一千多元 然後看報告又要錢 吃藥呢 全部都是錢 我現在就政府給那一隻 其實不是政府給那一隻 就是我自己用錢買的 在政府醫院用錢買那一隻 是說15元一季 其實15元就是吃到你下一次 再見醫生的時候 上次因為緊急 他預計了排期 其實是排半年 所以電腦一閃 就將了32個星期藥給我的 但是因為我隔了一個月 就去看覆診 我說你再給我40個星期 我說我現在還有很多藥 當然莎姐是比較溫真的小朋友 我家裡還有很多 接著醫生再看 原來上次給了32個星期藥 但是你四個星期就回來了 於是我說 不需要給那麼多 於是大家一起計算 當然醫生一定不夠 那些數目也好 經常計算錯 接著再給我10個星期 那就搞定 所以是問我也是給15元 他給10個星期藥 我也是給15元 給40個星期我也是給15元 但我覺得這些不應該浪費政府資源 所以我也有出聲的 那其實這些藥是不便宜的 當然政府收我15元 就是政府補貼很多 你想想15元 我給40個星期藥 上次是32個星期藥 32個星期 即是大半年藥 15雞 你現在15雞買串魚蛋 也不知道行不行 那一定可以的 難吃 15雞真是一碗碗次都問誰 所以大家看到的 政府是貼得很多的 但是問題是 政府不能模糊底心談貼的 而有些人是真的給得起的 即不是說好像有錢人 那些給得起這麼貴 但又可以給到少少 如果你說抽血要一千元 但是政府津貼我一半的 500元 那我可能都會選市價 如果每次覆診400元 政府補貼一半收200元 那在我的角度 又好像跟政府醫院差不多 但是我 因為政府醫院 舊證是80元 新證是130多 那如果私家每次看的 可能是600元 那你一半都是300元 我都是給多兩塊幾水 但是就不需要到處走得那麼遠 私家就可以在我家附近那一塊 那時間可以遷就我 那可能就會有個人 就是誘惑我去看私家 那樣 但是暫時還不可以 因為這個是下年 第二季第三季才開始 and then 我不知道是不是開始了之後 才可以轉 還是怎樣 其實他現在就是想說 透過這個計劃 多些人 自願性的去做一個檢測 你就算好像有一點點不舒服 那如果醫生說 你會不會有機會有糖尿 去做個驗血 或者可以怎樣 可能你就會有個隱憂 是早些發現了 那你就可以早些治療 不用等到最後 因為那次跟我說的那個護士都說 現在洗腎那些 因為糖尿嘛 那你的血糖 就是那些血液 糖分太高 那就會破壞你的器官 所以呢 很多人都很後期 其實腎臟就已經不行了 因為你的糖分 你搞不定 然後 為什麼叫糖尿呢 排出來的尿是甜的 其實 這個是很嚴重的話 其實就是 當你發覺 你排出來的尿 然後你發覺整天有矮 去光顧呢 那你其實有糖尿 那應該是嚴重的了 那薩姐當然是不是又沒有 如果有的話 薩姐就一早自己去驗了 那所以其實那時候就已經是嚴重了 那不停這樣親壞你的腎臟 其實你的腎功能會失敗了 那時候護士跟我說 現在有一半洗腎的人 都是這裏糖尿病捐贈過去的 就是轉介過去的 那你就看一下 其實很高的病法率 如果你不及早醫治的話 你就要搞到他可能 最後是要洗腎 那洗腎的原因是什麼 等腎咯 那等腎 那又去回一個問題 如果內地有適合的腎臟 那是不是不可以過關你呢 這個又是之前的問題 那所以如果 我們現在可以早些發現 早些用藥物去治療 或者好像薩姐這樣很乖 讚我自己 可以很乖地去控制飲食的話 那就不需要用到洗腎機 因為如果及早知道的話 發現了的話 那裡面的東西是未壞的 那你就不需要用到洗腎機 你以為這個洗腎機便宜嗎 政府資助你而已 但問題不是每個人都可以 有部洗腎機的 沒有洗腎機 天天去醫院洗 洗完之後吐到白袍 然後又回家 你覺得醫院有這麼多床位 給你天天在這裡蹲啊 長住啊 沒有的嘛 你能夠買得起一部洗腎機 在家裡洗 但這些醫藥費 頂不頂得住 洗腎機那些 那些液體 幫你洗腎的液體 很貴的 大哥 這裏損你 那裏損你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對大家都有好處 其實看到的 這屆政府真的是貼心的 真的會想一些可行的方法 去把那些人流去分流的 就不會好像 其實這些方法 其實傻姐都經常提 但問題是 那些人不想做 之前那一屆 尤其是 那些人不想做 不想改變 不想理好 你一定要把一些 能夠負擔得起的人 分開 因為這個世界 不是只有 最富有和最貧窮 不要說最貧窮 就是最基層 不會的嘛 而有很多人都是個中間位 你不把這些中間位的人 分出去 那怎麼辦呢 你不資助他 他根本捱不起 你明白嗎 大哥 你隨便去照X-ray 那裏會一千幾百 那你某些東西 不是說要政府資助任何所有項目 但是現在開始就是 因為接下來先到的計劃 就會是高血壓和糖尿的 那為什麼會這兩隻先呢 其實第一就是 政府不可能一次過開頭的 那些人是不是 個個都來當身體檢查 那怎麼辦 那所以最先就是高血壓和糖尿病 高血壓就是都市病之一 也都是會導致很多東西 就是通波仔 爆血管 這些是醫療負擔無從 你一爆了的話 你有一點點 身體半坦也好 坦了也好 或者手腳不動也好 你也是需要人照顧 以及需要一個沉重的醫療負擔 那唐廟就長期戰鬥 那我這些 食藥這些 就算輕微 但是如果你真的要去到洗腎 或者其他這些 這個負擔是很長遠的 也都很漫長的 很難搞的 所以 及早發現 就好像現在的莎姐一樣 食藥控制 乖乖地戒口 那就不會有其他病發症 因為糖尿病發症太多 它是侵襲有糖尿眼 糖尿眼你就真的會盲的 那到時怎麼幫你呢 你是要找個人照顧你 如果你真的盲了 如果你有糖尿的 你知道傷口難好 到時你又要切脂 要一下下處理傷口 可能你有傷口 要天天洗傷口 要乾淨 或者其他 那你又容易 真是 腎有事 等會又說肝有事 因為它攻擊所有器官的 你的血管又有事 所以它暫時是這兩個人先走 大家可以有興趣的 真是想驗一驗的 其實 我看到 我不知道將來有沒有限年齡 暫時還不知道的 但是我看到外面 不是政府 不是政府 講清楚不是政府 在外面那些叫做 賣廣告那些 叫你醫療機構賣廣告那些 或者醫藥公司賣廣告那些 就會說 45歲開始 你就要注重血糖 要去驗 我不知道政府有沒有限年紀 但是如果大家都有這個意思的 真的40歲開始 如果大家都有這個意思 那你就可以留意一下 明年的第二季或者第三季 這個萬聖 再看看 這個叫做 萬聖疾病共同治理計劃的 那你就可以留意這個 到時候應該政府會大肆宣傳的 那你就早點報名 那我再報一報價給大家知道 那 如果你普通看醫生 不是專科 四個水 因為他沒有開藥給我 所以四個水 但是如果開藥 就應該肯定不止的 如果你看專科醫生 現在基本上都是 六個水至一千元不等 我不知道 因為專科 看什麼專科 六個水至一千元不等 抽血的 例如一千多元 就是他幫你抽完 然後送去化驗所 但是如果你自己去化驗所抽 那 就會便宜一些 可能幾個水都搞得怎麼樣 那如果你說 但是問題是抽完血 你都有報告 你回去醫生看報告 都是要錢的 那現在 我吃那隻政府藥 就15元一大落 但是我自己另外出去買那隻藥 就是刺激而狀的 那這個價錢可以給大家參考 大概 暫時我見的價錢 最便宜是300元 最貴是360元 因為我們分 在佐敦和全灣買過 那你就想一下 你那區的物價是否比較貴 佐敦是360元 全灣是300元 那間是比較便宜的 因為是幾十年街坊那些 那你預算吧 大概是350左右 好嗎 350左右大概可以吃到兩個月 另外最重要的 血糖針 那部機就不算貴 部機是一鋪過大概是 六至八個水 就可以有一套 一套就包括那個儀器 血糖子 和血糖針 血糖子和血糖針 有多少給你呢 就看它的配件 我不敢說 有些是一千多二千元的 有些是驗得更加多的 我知道的 有些是不單止驗血糖 可以驗其他東西的 但是你不要以為 一張血糖紙可以驗那麼多東西 只是說那部機可以驗那麼多東西 但是你是依靠那張血糖紙 你如果今天想驗另外一件東西 你就要塞另外一張血糖 它部機是可以讀到幾多東西 但是你的血糖是要分開幾隻買的 那市紙一般來說五元左右 有些五個多的 我現在這隻就好像五個多的 那你自己看看有沒有一些平價 其實很浮動的 因為這些東西沒有公價 那些人想驗 你可以買得很貴 因為你是被迫要買 那你自己可以找到一些平價來源 那不要找水貨 除非你是很認識的那個醫療人員 或者那個藥房 但是不建議買水貨 因為水貨是沒有什麼保障 手機就沒有什麼所謂 但是如果這些水貨的話 不是經正常途徑來香港的話 有什麼事是沒有保障的 那血糖的市紙大概五元一張 有些便宜一點的 那你就看看你一天要用多少轉 有些人要天天讀的 那我就不需要的 我只是一個叫做初期 維持一個叫做試驗階段 看自己吃什麼反應 那我就是一個星期三餐 就是一個星期之內選三餐去試 那每次就為之一對 一對就是兇徒 就是未吃東西之前 還有吃東西之後兩小時 就為之一對 就是一個星期要用六張 那至於最麻煩的就是那個針頭 那針頭就發覺不是很多地方可以買 那見過有得買的 那我問過一個價錢的 每個不同 我那個就差不多是一個幾一枝針 是一個幾一枝針 你飯前一下飯後一下就沒有了三雞 那這些全部都是錢的 那我還沒計算我的消毒酒精 那些東西 還沒計算 還沒計算我來回車廢 就是去醫院那些 還沒計算的 所以其實是一個龐大支出來的 所以大家真的如果需要的 或者有興趣試的 想知道的 知道自己有沒有糖尿 血糖高 或者血壓高 可以試 如果這個計劃出了 大家可以報名的 那我覺得是 早點醫治 早點知道 早點治療 是會好很多的 那今天講到這裏 下次再見 拜拜